尊敬的法師 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論語講要研討 最近在探討的是私生關係 上一節課我們講到 為師本分的第五點 從教學內容 我們從事教學要知道教哪些內容 再來第二是有教無類 用平整的慈悲心來教學 這不平等的心就是用妄心 用分別好醜的心 那這個就變成造業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效法孔夫子的 昨天在一條龍課程 我們一起學習 見仁善及師起 從事教育工作 那一定要見孔子教學的 他的風範德行 我們要集師起 我們要集師起 為教學者不能對孔子為榜樣 所以師長說的 所以師長說的 學儒要學孔子 學佛要學釋迦摩尼佛 那佛弟子從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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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效法孔子 也要效法釋迦摩尼佛 我們實實以他們為榜樣 眾去遠以見跡 我們一步一步效法 跟隨他們的腳步 我們也有契怒 聖賢佛菩薩的一天 這物自暴物自棄 聖與賢可循至 這是第二 有教無類 第三 精情教學 孔子毀人不倦 釋迦摩尼佛講經說法 49年沒有中斷 老和尚常常說 在經典當中 沒有看過 釋迦摩尼佛今天休假 今天是 Sunday 星期天 創假了 所以這個 毀人不倦 那當然也是要 樂在工作當中 人為什麼 一定要出去休閒放假一下 因為他工作太苦了 他不緩和緩和 這個要繼續工作怕撐不久了 假如一個人在工作中 就在法洗當中了 他就比較不用休息了 那就樂此不疲 欲罷不能 我們看海賢牢牢 我們看海賢牢上 怎麼說今天我不耕做了 你看海賢牢牢上 工作不妨礙念佛 而且你看他工作的時候 他覺得 他覺得 我多說糧食 就有人可以受益 尤其 剛好遇到荒眠 他積累的這些糧食 救活無數的生命 而照理講 善財同止五十三餐 應該是每一個行業都可以行菩薩道 所以我們每一個行業都用六度的心 菩薩心去做 那就樂在工作了 所以假如我們現在 在工作當中覺得苦啊 可能念頭用不對了 有沒有人教學覺得 哎呀苦啊 太苦了 那這個要趕快摻 摻一摻 孔子為師之道 佛陀啊 佛陀啊 為師之道 我們參透了 就可以轉苦為樂了 釋迦牟尼佛 孔子教學都不間斷 這各種是有樂的 好 好 好 那 這個為眾開法上 假如你的親戚朋友在工作當中很苦啊 那他用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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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呢 都有他一道人生 一套人生的邏輯啊 大家有沒有聽過 哇 我45歲我就要退休了 我現在拼命工作 一天做十幾個小時 因為我45歲以後啊 我要環遊世界啊 我要大玩特玩 你們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朋友 你看他也在規劃他的人生喔 他也挺有目標的 不像很多人遊手好閒啊 甚至都迷在這些玩樂當中 他還是很有目標的 可是請教大家啊 他在工作的時候啊 快不快樂啊 哎呀沒辦法 我為了45歲 我現在不幹也得幹 大家想一想 用這樣的心情啊 幹二十幾年啊 會不會幹出問題來啊 哦 那他真的能到45歲 開始遊生玩水嗎 一個人二十多年 工作心情不是很好啊 你看 他45歲的時候 會身強體壯嗎 哎人真的不能保證當下 你要保證未來是不大容易的 其實我們能保證的是什麼時候啊 right now 當下 現前一念 你怎麼時候 知道無常會來啊 無常迅速啊 那當然 我們最能保證的就是我們現前一念心 當然是一念真心啊 好 這樣一念忘心啊 就輪迴心照輪迴夜啊 好 而且一念 是邪念啊 還會招感惡報啊 唸頭會招感啊 這個不能不慎重啊 比方說我們誠心念一句 拿摩阿彌陀佛啊 請問可以招感什麼 十方諸佛的加持啊 這個 十方諸佛各諸廣常舌相 說誠實言啊 稱讚無量受苦不可惜功德啊 而且都是互念 念佛的人啊 十網深經說的 真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遣二死五大菩薩 隨父其人 阿彌陀佛遣啊 阿彌陀佛遣 ba 沒能干擾他的修行 哇你看這一念的感召啊 跟我們起的邪念 就会感召我們過去生的業力 哦 只能體會一念的差別啊 這會 刻念 我们看孔子指导他最得意的学生 颜回 颜回问人 孔子说客己父礼为人 这很有味道 我们一想到人就想到爱人 人者爱人 为什么孔子指导颜回 从客己 因为克制自己的恶念邪念 叫自爱 自爱才能爱人 我们每天烦恼重生 然后我们说我好好去爱一个人 你别去害一个人就不错了 怎么去爱一个人呢 所以我们 能保证的只有当前一念 所以佛 问弟子生命有多长 第一个学生说了几十年了 佛陀说你还不知道 第二个学生说 饭食之间 吃一餐饭之间 佛说你还不知道 第三个学生说 呼吸之间 生命在呼吸之间 佛陀点点头 知道真相 世间无常 世间无常 生命在呼吸之间 其实能守住现前一念的人 就守住未来 欲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一切是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 而且祖师还告诉我们 在道中 即不在劫难当中 道就是真心 一个人在真心当中 他就不会遭感这些灾祸来了 真心遭感来的是诸佛菩萨 人生就是感应 就像十三页道经说的 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你看他都是正念分明 用真心 令诸善法念念真掌 他的心念都是实善 不容毫分不善见杂 是极能令诸恶永断 善法圆满 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极于慎重 你看不是招感来好的因缘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万得鸿鸣 都不间断了 一生接一生 他会感应什么 感应到极乐世界了 所以老和尚常常说 海贤老和尚见阿弥陀佛 不止十次了 是吧 他看到连次海会也很多次了 因为他都是念佛的心去招感这些静缘 所以人要修学 首先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 我们没有学佛以前 没有学传统话以前 我们都有我们一套一套的人身 哲理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 跟大家讲起来一套一套的 我觉得怎样 大家有没有经验 探讨一个事情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都觉得自己很对 所以佛法要放下见识烦恼 见或第一个就是身见 误以为这个身是我 再来见取见 这个都是自己的成见 从因推果 推错了 叫敬取见 从果推因推错了 叫戒取见 这都是自己的成见 一开口 人生就是怎么样 可能就把年轻人给误导了 只要不随顺经典的话 刚好我们接下来会讲到机会教育 你看佛陀 好多经都是机会教育 是吧 机会点到了 佛就讲这个法了 比方说有一次阿那律 这个也是佛的大弟子 跟其他的比丘在讨论 人生什么最苦 第一个人说了 贪欲最苦啊 这个贪欲指的是男女之欲啊 哎呀 指都指不了啊 他觉得很苦 第二个人说肚子饿最苦啊 哎呀 鸡肠碌碌啊 都发育晕啊 第二个人说 饿肚子最苦了 哎 大家听了这两个比丘讲的 有没有道理啊 嗯 也是挺有道理啊 难怪孔子说 饮食男女啊 人之大欲存烟啊 第三个说 惩恨啊 发脾气最苦啊 那个火都从眼睛喷出来啊 不想生气啊 控制不住啊 第四个说啊 恐惧害怕最苦啊 前怕欲狼后怕欲辅啊 每天这个提心吊胆啊 好苦啊 哎 刚好佛经过听到了 那个机会教育啊 哎 佛接着说了 有些人啊 是 是好盈的鸽子转世的 哦 所以他会觉得啊 贪欲很苦啊 哎 哎 有些人呢 是恶应转世的 是吧 那老鹰有的找不到食物啊 好几天没得吃啊 哦 所以有些人是恶应转世的 他会觉得恶很苦啊 有的人是毒舌转世的 称恨心特别重 有人是兔子转世的 啊 兔子每天很害怕被吃掉啊 哎 大家听到这里啊 想一想 想一想 人呢 带着过去生的这个 习气啊 每个人的性格都差异非常大 哎 哦 那当然了 我们说到这里了 要想到六祖大师的一句话 啊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啊 啊 那都过去了啊 放下放下 那怎么放呢 念阿弥陀佛啊 啊 这些烦恼恐惧起来了 啊 万德鸿鸣啊 能灭重罪 啊 念佛即是至兴现啊 深深唤醒自己的真心啊 啊 这些与生俱来的这些烦恼习气啊 慢慢就放下了 哦 哦 所以这个 很多人呢 啊 比方说 他一看到谁就生恐惧心 哎 大家 遇到这样的人呢 要设身处地哦 哦 不要说 有什么好怕的 真奇怪的人 哦 哇 你这样就伤了人家 哎 我们讲这种话是什么 就是站自己的角度了 好 一切事啊 离不开因果 他一定过去今生啊 被水下过了 哦 所以往往很多 心理疾病啊 是过去生带来的 哎 就有人用催眠的方法 但是这个催眠啊 我觉得现在有时候用什么方法 到时候又执着那个方法 甚至这个用催眠的人呢 又好明文利养啊 又搞的 又陷入法难啊 啊 所以啊 狂念主老去是说还是念佛稳上啊 不管过去生世是什么习来的 就老实念这一句佛号啊 慢慢心就清静了 都设六根 跟静念相继 啊 这个最好的方法 好 那人能懂得啊 啊 这个啊 自己很多啊 啊 这些恐惧啊 哎 可能都是过去今生的因素啊 哦 那就要懂得把它放下 哦 不要再去执着它了 哦 哦 就像六祖大师 这个二祖会合说他心不安 那是妄的心 妄就是假的 你不把它当真了 他就干扰不了你了 把他当真是怎么样 哎呀我好害怕啊 你把那个害怕一直扩大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 你都把他认假为真了 他就障碍了 哦 常常念阿弥陀佛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啊 这些烦恼挂碍 慢慢也会淡 哦 身处俗 俗处身 让佛号越来越俗 啊 这些性情啊 烦恼啊 慢慢就生了 陌生了 好 哎 这四个比丘啊 啊 讲完了 佛陀听到了 啊 告诉他们 啊 这一些感受啊 啊 都是过去身 影响的 啊 接着佛讲了 什么最苦啊 啊 有这个身体最苦了 哇 你看我们当老师啊 啊 假如这个同学啊 啊 在讨论这些事啊 都讨论不彻底啊 最后你 给他close啊 啊 啊 马上一句话啊 策法原理啊 我有这个 就这个机会点就抓得好了 所以老子不简单啊 啊 他老人家说 无有大患啊 我最大的祸患是什么 唯无有生啊 啊 我假如没有这个身体呢 我有什么好悠患的呢 是吧 有这个身体呢 就怕死了 有这个身体啊 就怕饿了 啊 就怕好多了 所以一个人呢 这个把自己放下来 为众生呢 就不苦了 孔子为众生呢 释迦牟尼佛为众生呢 完全不为自己了 孔子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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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食饮水 屈公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也 他很自在啊 所以那个十六集的孔子传呢 拍的很不错啊 啊 唯一 有几点遗憾啊 啊 啊 第一点遗憾啊 把孔子拍的太苦了 啊 孔子是发愤妄死 乐以妄忧 不知老之将至 啊 哦 还有一点呢 这个齐果啊 啊 敬了女月啊 敬了这些美女啊 啊 那些镜头拍的有点太多了 啊 啊 啊 这个就带一下就好了啊 啊 含蓄一点就好了 不能太多啊 啊 啊 人之大欲存焉呢 呢 这个度要掌握好 啊 啊 但这个拍片呢也是 費了不少精神 也很讲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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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佛陀你看 一开口就把理给讲透了 啊 策法底缘 这个身 这个身 好 我们听完这个故事啊 啊 我们开悟没有啊 怎样离苦啊 啊 把这个身的执着放下了 啊 啊 就能离苦了 啊 而且啊 常常要想啊 身是苦本啊 啊 你看 身老病死 怨症慧 愛鼻里 都是身心的痛苦啊 這個臭皮囊啊 不能执着啊 啊 我们目标明确 啊 取清虚之身 無疾之体 啊 要去换一个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体 啊 啊 那就不能执着这个身呢 不能执着世间一切人事物 都要放得下 好 女人呢 对这个身体呢 容易执着 啊 从哪里看出来呢 从每天花在这个身体的时间 看得出来 啊 啊 所以 男人女人啊 不同的人呢 啊 会产生的执着点不一样 啊 啊 这个都是留恋啊 都要彻底放下 啊 啊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灵终被此爱所牵 神多爱乎啊 这怎么可以多贪爱呢 啊 啊 你看我们出家的高僧呢 啊 也都视线给我们看 啊 啊 啊 对物品有执着 啊 啊 有一个高僧 精臂风 禅定功夫很深啊 啊 啊 结果呢 他的阳寿到了 啊 啊 人都往请鬼族啊 来抓他了 啊 结果一来啦 他入定了 找不到他了 所以人没有妄念的时候啊 哎 无念啊 是无妄念叫无念哦 不是无正念哦 啊 大家不要误会了啊 你说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会掉到无想天去啊 你要有正念不能有妄念 所以那个无念 是无妄念哦 这个不能解错啦 啊 啊 我有正念啊 哎 正念现前 对境界寥寥分明哦 清清楚楚哦 啊 就像夏连居老居是指导我们的 念佛处事要用第一念 第一念就是用真心 就是用正念 哎 哎 哎 所以 念佛的时候可不可以用真心啊 可以啊 哎 哎 大家有没有 念佛念到哇 身心舒畅 有没有 那一定念的时候跟第一念啊 跟真心很相近 哎 才会有这种受用啊 哎 哎 大家有没有念念念 哎呀 哎呀 念不下去了 有没有这个经验 因为在念的时候妄想纷飞嘛 啊 然后就很烦躁啊 你当然念不下去了 那铁钉念的时候 着急了 哎 哎 我能不能一心不乱啊 啊 或者念念念 就是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句 这是第一念 哇 真的能够 一切莫管 什么事都放下了 哇 你念那一句 一身佛号 一身心啊 都能感觉到佛菩萨的加持啊 啊 他感觉到了 也不能执着啊 哎 你一执着了 又是妄念了 哎 哎 大家有没有经验 哎呀 我今天念佛的状态不大好 昨天比较好 哎 注意到没有 昨天比较好了 哎 他现在的烦恼 起因是圆 圆 圆了昨天的那个好 是吗 昨的那个好 哎 哎 当下能够把这个念头放下来 哎 还是可以念的 很受用的啊 哎 好 哦 哦 所以这个 无念不能解错了啊 啊 这个 我们在发道群里啊 啊 啊 在六祖禅经里面呢 啊 对这个无念 开解得很好 啊 不能解错了啊 啊 哎 不是本心啊 啊 学法无益啊 啊 假如我们把真心理解成 没有念头啊 啊 连正念都没了 那不就变成使目搞灰了 是吗 哦 你到无想天去了 哦 所以这个 不能理解错了啊 哦 就像这个 了凡先生 遇到云古禅师啊 对坐三天啊 没有起 这些妄念啊 啊 这个云古禅师觉得他的功夫很高了 是吧 啊 就问他 啊 他说的命都注定了 没啥好想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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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豪杰啊 没有妄念 正念保持住 哇 这是功夫了 啊 不让妄念再起来 哦 这不简单 啊 好 哦 佛家叫保认了 哇 你能见到自己 没有妄念再起来了 啊 能见到自己的真心了 哇 这很可贵了 但是要 保认他了 把这个正念要继续保持下去 啊 叫悟后起修了 哎 见到自己没有妄念的状况了 啊 啊 啊 正念的状 正念分明的状况了 哦 那会尝到法喜啊 啊 啊 世间的东西啊 就比较容易放下来 啊 世卫哪有法未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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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悟后要起修啊 啊 要保持这个正念才行 啊 啊 正念一直保持住了 啊 这都是清静心了 都是定 保持到一定程度开智慧了 哦 哦 哦 那这个金碧风禅师啊 他虽然禅定功夫很高了 找不到他了 啊 结果这个鬼族啊 跟当地土地公 打听了啊 了解一下这个金碧风禅师的情况啊 土地公说了 啊 他有一个皇帝赤的御波啊 他很喜欢那个御波啊 啊 这个鬼族一听 哇 有灵感了啊 啊 把他的御波拿来 敲他 哇 这么一敲呢 啊 金碧风最心爱的御波 怕人家敲坏了 出来了 出定了 哇 一把抓住 把他带到炎罗网那里去了 啊 这个金碧风禅师啊 很聪明 啊 他说 哎呀 我就是太喜欢这个御波了 你带走以前呢 再让我看一眼吧 啊 这鬼族也是有慈悲心好吧 那你看吧 啊 这个禅师拿了 把这个御波摔破了 他又入定了 抓不到他了 啊 留了一首记啊 啊 啊 叫 是 若人欲抓金碧风 啊 除非铁链所虚空 啊 人没有没有念头了 心 跟虚空融在一起的 啊 啊 虚空落人锁得住啊 啊 啊 再来抓我金碧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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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锁我金碧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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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世间还有一个 你世间还有一个 执着的物品 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有灶门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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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修行真干 从哪里干起来 从最难放下的干起来 啊 啊 就修行啊 非帝王将相所能为 要来真格的啊 不能做做表面功夫啊 啊 要干就干真的 从难处下手 好 啊 所以 这个 人啊 不能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 啊 你说啊 我规划了 45岁以后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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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是要依啊 主事到经典来思维啊 啊 我们都有遇过 朋友啊 哎 很努力工作 不是乐在工作 哎 三四十岁啊 身体就出问题了 啊 好 啊 这个 跟大家谈到的啊 这个精情教学啊 啊 因为施者所以啊 传道授业解惑也 哦 那刚好有同修啊 啊 啊 问题呢 昨天 啊 啊 刚好一条龙课程啊 啊 啊 好像有同修问这个 中医的问题啊 啊 别问我中医的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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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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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跟我有缘 所以推荐你 今天这个中国时间 下午五点半 这个杨医师周医师 他们有课程 英国汉学院邀请 八四三二七三 八八八八八 这个zoom号 欢迎大家 这个是谈冬季养生 现在进入要进入冬天 还有这个忧郁的预防 谁要预防 忧郁 我现在觉得每个人都需要预防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压力 确实比以前的人多很多 时代变化太快了 而且我们所吃的东西 无量缩心说 饮苦食堵 所以这个饮食调理要懂 不然当你的身体 不舒服的时候 也会影响心理 长期身体不好 心也很容易郁闷 身心是互相影响的 好 有个问题 这个我得回应 因为这个问题 因我而起 我们得要负责任 所以成德在课程当中 跟大家交流的 假如听完之后 你反而产生疑惑 越想越想不通 这一定要问我 不然我要背因果的 我们讲学是要帮助别人 放下忧虑牵挂 分别执着 不能还搞得人家痛苦了 因为昨天有一位 雷老师问 他在初三的班 初三有升学的这些现实状况 那体制内的课程任务 特别是到了初三高三 这个学济 那这个 我是用了一个词 叫面对这个情境 不能太理想化 你得兼顾现实状况 是吧 对啊 但是我用了一个词 妥协 那同修就说了 那妥协不就没有原则了吗 所以我以后不用这两个字了 用这两个字 延伸出人家 起疑惑了 我以后就用了 不能太理想化 要兼顾现实 是吧 这样人家就不会误会了 所以你看讲话不简单 就像老和尚讲经 他很柔软 比方说 你要引导你的家人吃素 你就要兼顾 客观现实情况 什么是客观现实情况 就是你家人饮食的接受度 是吧 你一下子 婚 全部不用了 然后你的厨艺又不怎么地 哇 变成什么 大家吃饭挺痛苦了 你们有没有吃饭痛苦的时候 我有啊 所以我功夫太差了 一到吃饭时间 恐惧感就上来了 什么时候呢 疫情期间 被关了两两礼拜 还是一礼拜 我有点不记得了 痛苦的事情 不要记太清楚也好 我有遇过 这个同修一谈痛苦的事 连那些细节 巨细迷在那里讲 我说 这个好像也记忆力用错地方的吧 这些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干啥 那因为 那都吃什么饭呢 第一 通通是凉的 是吧 人家都是集体定过来的 凉的 再来呢 又油 然后呢 放一堆树肉啊 树什么啦 我就特别 对这个加工的东西啊 很敏感 吃完了又很口渴 所以每一只 要打开饭盒 又期待 又怕受伤害 是吧 吃吃吃吃 吃了那么多天啊 连吃饭都会害怕 好 那 你看 当我们为人家好啊 可是你太执着 你看起来是原则 事实上那个原则里面加了执着了 所以原则跟横顺众生不冲突啊 这个法才是圆融的 是吧 这个叫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当使其可从啊 所以所有的教理啊 一定跟真心相应 真心不会执着 所以不会教人以善物过高 那种现象就执着了 不然会设身处地啊 考虑对方的接受度 甚至会沙盘推远 这样说了 这样做了 可能会出现啥情况 好 所以老人家很多 应激的教会 都是能考虑现在人的状态 老儿上为什么推十念法 因为现在人忙啊 你要寻寻善用 哎呀 一天才念九十声啊 不用花太多时间 他欢喜接受了 他养成这个习惯 念念念他有受用了 他会增加了 他再继续听老儿上讲经了 你越明白他越肯干了 可是假如一开始老儿上说 不行 你们每天要给我念两个小时 下次他就不来听经了 对吗 你说要念才能出轮回啊 讲的也很有道理啊 可是心里其实有执着 有要求了 那个就不是坚持原则啦 好 那所谓的这个原则啊 就是能够啊 让众生的心 都能不断的恢复真心 我们的做法就是符合这个原则 而今天你不考虑现实状况 比方说 学传统文化最重要了 考试不重要了 那我请问你 家长还会继续支持你吗 你学校的领导还会继续支持你吗 那你没有兼顾事实啊 一定遇到障碍 可是你遇到障碍了 你看他们都是没有善根 这个一禅题 那到底谁是一禅题 很难讲啊 可能这些阻力啊 谁造成的 因为我们没有兼顾现实状况 没有顾及他人的认知程度 就让别人感觉我们特别执着 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救他们 结果家里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要救我 但是这个推救根源 还是我们先学的人执着了 不然学佛就是学做人做事啊 做人做事都提升了 我相信没有亲戚朋友会 会误会你 会障碍你 不可能的 我们切记啊 佛法种食指啊 食指是放下习气 放下控制要求 实指是 把做人做事落实出来 所以为什么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为什么人家会反对我 我们得把原因找到啊 好 所以我们这个兼顾现实状况 在辅导孩子课业的过程 也都在教他做人做事啊 你要顺势而为啊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在恒顺这个要面对现在深学的这个因缘的时候 我们也在 肯定孩子的孝心啊 肯定孩子 这个专注啊 有耐心啊 有恒心啊 不出心啊 就在这些静缘里面增长他这些善根 好 那这个 这一位同修说了 随缘妙用动了得失心 动了情绪 动了心就不妙了 可是深学主义下 不动心 不动情绪 谈何容易啊 我昨天可没有说容易啊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妄心了 我们当然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啊 一动得失心 关照到了 放下 动情绪了 放下 没有办法一下不动啊 我还是给学生发脾气了 也很正常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一个人说 我从今天开始 不发脾气了 然后他就不发了 你们见过没有 假如有啊 可能是言回转世 这个赶紧要请他出来 这样呢 我就随起赞叹 让他讲课 这个我就可以好好念佛 我这个功力太差了 这些方方面面的都要提升 好 所以都是有过程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这个动情绪啊 这个很熟了 慢慢 陌生 慢慢放淡 那个回答问题 我们 12月31号 会安排回答问题 当然有比较紧急的 这个 我们会在一般课程里面 再会抓时间再回答 好 那我们进入呢 今天要谈的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讲到 第三是精情教学 第四呢 和盘托出 就是毫无保留 所以这个孔子 佛陀 包含师父上人 每一堂课 甚至每一句话 都是和盘托出 我们世间话叫掏心掏肺 这个我们得要珍惜 第五呢 是因财施教 应激说法 这个都要 要善巧方便 第六呢 是引导启发 我们用经句来体会 两百七十八页 这个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举一语 不以三语反 则不复也 我们从第二段开始 此为圣人教学方法 这个我们前面有谈过 但是我们还是复习一下 这一句教诲 孔子是用启发式的 那我们教学的人 用的方法 要跟孔子相应 不能背道而耻 不然会误人子弟 不然会误人子弟 理济学济讲了 导而扶迁 引导 不是硬拽着他 抢而扶义 抢是鼓励他 不否定他 这否定有时候话用过激了 变成了伤了人家的至尊 开而扶达 这个开就是启发 不是啊 达就是通通都给他讲完了 就灌输的那种状态了 灌输的那种状态了 大家有没有讲话 在那很着急 硬是要给他讲到他给我点头不可 其实这种心念就已经不妥当了 我有见过同修啊 真的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 人家打哈欠了 他继续讲 人家看手表了 他继续讲 如露无人之境了 这个还是要效法孔子 那愤是学者 梦心求之而为悟 他一直在琢磨 但是还没有悟通 孔子乃为寝室之 点他一下 你们有没有想东西想了很久 突然梁思义友给你一句话 啊 霍然开朗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你听老人讲经 突然听到来点 啊 霍然开朗 大家都没有霍然开朗的经验 好 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同学就问我 他说老师啊 这个情指很重啊 怎么办呢 他可能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吧 我当下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情指重啊 对谁有好处呢 听了之后好像若有所悟 我也不知道他悟到哪去了 是后来啊 过了可能有一年多了吧 后来这个同学又提起这件事了 哇 老师你那时候有跟我提了 情指重对谁有好处啊 人他一直琢磨一件事啊 有时候你点的那个点啊 他能接受啊 他能有所领悟啊 他可能就有受用了 其实我们都说情爱情爱啊 这个爱啊 爱是去爱人啊 你这种状况就对谁都没好处了 你还执着他干什么 人有时候也是苦苦苦 苦到一定程度啊 突然那个时候老师给你点一下 比较容易放下 像我自己的经验啊 这情指太重了 遇到情观呢 流眼泪啊 然后呢母亲说了 哎呀 你这个这几个月流的眼泪啊 比你这二十多年还多啊 其实我现在想想 我妈妈已经在点我了 你看这个太愚痴了 没被点醒 我当时候啊 只是问了我母亲啊 我哭得这么厉害呢 你怎么都没哭啊 我母亲说啊 你都哭成这样了 我再哭那场面不就失控了嘛 哇 我当时候心突然光亮起来了 为什么 我知道谁最爱我了 就是母亲啊 你看她随时替你想啊 她没有为自己了 这才叫真爱啊 后来呢 就在那一段时间啊 念无量寿经 念的时候啊 还在流眼泪啊 你看太执着了 可能也是欠人家眼泪太多了 我记得好像有看过啊 有一个人为情爱在那里流泪啊 佛就提醒他了 你过去伤了人家啊 所以你那个泪水啊 可能要流多少多少啊 才是把债给人家还完了 所以下一次大家哭的时候啊 伤心的泪的时候 要有警觉性欠人家 欲知前世应 精深受者事 但是我不是叫你继续哭啊 你已经觉悟了啊 不要用哭来还 用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来还 是要对你对他更好 要用理智啊 不要都是业力做主啊 所以当时候念 念经啊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点啊 结果念念念突然念到 人在爱与欲知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这个是无形中啊 佛啊 看你这么执着这个点啊 刚好透过这个经文 再给你一加词 被点了 点化了 哭不出来啊 从那一刻起啊 你哭啥啊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你何苦呢 你哭得死去活来 他就理解你了 他就念念为你想了 那个苦是自找的 我们太强求了 诸苦皆从贪欲起 贪求 贪求什么 你贪求他念念都能替你想啊 谁念念为人想啊 诸位 诸位 忍者 谁念念为人想 菩萨 你怎么要求你的另一半变成菩萨 你要要求谁变成菩萨 要求自己变成菩萨吗 当你变成菩萨了 他也很快会变成菩萨 因为你是他的真上缘嘛 而且他居然看到一个凡夫变成菩萨了 他会很震撼啦 是吧 所以这个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 他说他爱你听听点点头 假话别当真 当真你麻烦就大了 是吧 你一听当真了 他爱我 他的心念没在你身上 你就生气了 你就不高兴了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跟他没关系啊 你把他当真了 当然或许人家也是真的 他是那一刻是吧 他又不能念念保持慈悲 他就快以后再不久就是法身大师了 念念都是正念 念念都是慈悲 念念流露杀活落海 所有的苦都是自己 求贪求产生的 不干别人的事情 真感情叫慈悲 他修成菩萨了 那他有慈悲心念念相续了吗 好 匪是学者研究有德 而未能说明 孔子乃未发明之 使其豁然贯通 大家有没有遇过 跟同修们在交流 然后你要表达你体会的那个呢 有点表达不出来 突然有一个同修很理解你 他就表达了一下 你说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孔子他能观察 他的学生是有所得 但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说明出来 乃发明之 使其豁然贯通 所以若学者不愤不肥 孔子则不为启发 你看他到那个时机点 给你启发他 大家有没有经验 跟一个人提了好多次 他也没什么领悟 这个就是我们 关自己的心太着急 急着一直提醒 一直提醒 提醒不对时机点 就会让人家感觉 你很啰嗦 或者你很控制要求 反而人家会想远离你 但是假如呢 这个老师是 这个学生是有愤有肥了 他一点波 豁然开朗 这样的老师 人家很愿意亲近 因为不到这个时机点 无助于学者 对他没有帮助 承得观察 好多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十几岁 二十几岁 悟性被堵住了 悟性堵住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我去观察 教他的老师 包含他的父母 爱爱讲道理 一讲就停不下来 都是灌输式的 最后就听着他一嫩一嫩的 那他这些理 堆了太多了 贯通不了 他的头会发胀 会伤脑筋 所以这个启发式教学 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举一语 和四三反者 四是等待 语言 就是角落 乌有四个角 已经启示他一个角 鱼三角 可以从类可知 他就以此类推 应该还有其他三个角 若此人不能以类反四三角 则不负教士 可能他还误不了 不着急 不是说不教他 孔子毁人不倦 但是也是要抓时机点 好 这个举了数额篇的一句 我们再看 这个505页 这个也是引导启发 指章问 是何 是何如是可谓之达矣 只约何灾 何所谓打者 孔子用反问的方法 指上对约 问出学生的想法 你要知其心 你才能掌其善救其师 指上对约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了解学生的理解 指约是闻也 非达也 你的那个认为 他是闻不是达 夫达也者 直指而好意 察言而观色 律以下人 在邦必达 在家必达 夫闻也者 摄取人而行为 居之不宜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好 我们看一下讲要说了 指章问了 是是读书人了 要怎样才叫做达呢 指约 何灾 所谓达者 孔子反问指章 你所说的达 是何意思 你的理解 指章回答了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指章所解的达呢 是在邦国做事 一国之人 都知道他的名 都知道他这个人 在邦清大夫 等于是很重要的官员 家里做事 整个大夫 全家的人 都知道他 必闻其名 好 好 那孔子说了 是文也 非达也 那这里 就是说 我们领悟一些 异理 有老师可以请教是比较好 不然怕误错了 像我们带 十几岁的孩子 其实他的领悟力 也已经慢慢在提升了 他读了很多经文 经典 他有没有可能 一文解义 有可能 可是假如那几句很重要 跟他做人主事很有关 他自己理解的偏 他又不知道 所以一般来讲 读经 还没有讲解经文 所以这些同学们 假如他自己读读 有什么领悟 可以让孩子们 有领悟可以说出来 交流交流 那有一些句子 是很浅白的 那个遇到机会点 就可以开解了 不能又死守 老和尚说不能讲解 那父母父应父法 都不能讲解 那就又产生执着点了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每天有没有可能他撞到东西的时候 这一句可不可以拿出来 可以的 这些很浅白的 跟他生活息息相关的 一有机缘 一有机缘 点拨他 我们遇到一个同修 他读无量寿经 读到如凭得保 他把它解成很贫穷是保 所以他就把房子卖掉了 生活就要过得很穷 你看他理解错了 他够善根吧 他都要依佛去做 你看一般的人 叫他过贫穷的生活 他不干 你看他多有善根 他解错了 那是比喻嘛 如那是比喻嘛 他把它解错了 所以为什么说 他有理解啊 这些孩子们 你跟他交流交流 怕他误错了 孔子是说 恕富贵 行夫富贵 恕贫贫贫 行夫贫贫 你一个人有富贵啊 结果你过的日子是穷得要命啊 首先你的亲戚朋友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要造成他的误解啊 我们不要一执着啊 就入无人之境啊 都感觉不到 可能造成别人的误会啦 所以孔子这些话很有味道吧 你是富贵 你就顺着这个缘 你去慷慨不失 你这么做 没有人会反对的啊 而且还会带动有钱的人啊 你很有钱 跑去垃圾桶里面捡食物吃啊 那有钱人看了你 哇这佛不能学啊 学成这个样子了 你把这些人都吓跑了 所以不能顺自己的意思 去修行 要顺佛菩萨的教语 儒家佛家这些教语 是指导 慎重慎重啊 相信自己的意思会表错法 所以修行是修正 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就像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 很多人也有他一套人生的规划 但是他不一定知道 他这个想法 看法不对啊 甚至于 也不一定是对不对的问题啊 是你这个想法 他境界的高低啊 是吧 你要想四十五岁了 你才来过你想要过的日子 你何不调整 现在就乐在工作呢 那不是更好 所以这个调整 但是我们不放下自己的想法 就调整不了了 好 好 那 答与文不同 孔子先指出啊 指章所解的不是答 那只是文 这一段对我们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读书人 我们现在在修身 解错了 方向就错了 方向就错了 修偏调了 记者啊 说明何谓答 何谓文 夫答也者啊 答是通答 一个人要是通答的话呢 他的本质必然正直 正直就是很真诚 柔和直直 你看那个 直直 就是真诚 直直而好意 直直 真诚 我们说诚才能感通 自诚感通 所以要真诚 正直才能通 而且还要 好行义士 很讲道义 你看我们要通佛经啊 佛经从 佛的真心流出来了 佛的真心是真诚 人不真诚啊 你要把佛经解对啊 不大容易 不相应 所以讲学的人呢 最终要提升自己的心境 让自己的心啊 跟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越来越相应 心境提不上去啊 一讲话 很难不讲错 因为心境偏的不知道 嘴巴出去了 在台上骂人 搞得当下气氛很凝重的 有啊 我们也有遇过啊 你说当事人 他没有关照到 他有关照他 他就止住了 甚至于他在讲的时候 他还觉得他很对啊 所以这个心是根本的 那一个人很真诚慈悲啊 心形一如啊 你说这个人很慈悲啊 别人需要的时候 他都没有什么行为 那不对啦 所以他好行意识 很讲道义啊 情义 所以说直直而好义 这是打的基本条件 如果没有执行 执行是菩提心啊 是真诚啊 又不好义啊 如何通达 此外啊 又要有察言而观色的知人之名 察言观色是好的 现在好像这个词啊 一般用好像是 比较贬义词了 我们还是尊重原来的 如一讲的 察言是能察人言语 而知人家的心意 知人家的心意啊 出言才能顺人心 不要讲那些 忤逆别人的话 观色是能察人言识 而知人是七情 你察言观色 了解他现在的状态 你才知道话话能讲两分 还是讲八分呢 这是了解他人的心理的能力 一个自心通达的人啊 必能通达他人之心 自知而又知人 之后啊 极须律律以下人 中庸里面有讲到 能够为天地自尘啊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其性啊 尽其性啊 就是自己啊 能明了自己的真心啊 尽其性啊 自心通达了 能尽其性啊 能 items不同的净人之性啊 能提及自己的心通达 Arsen 枝 律仁之性啊 那人 really 仁其性 能达人之心啊 而何谓人之性而能够依 dece 心 saw this שלי 我们今天在修学的过程 我们在对峙脾气 对峙了好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扶住了 这是我们在尽我们的性 我们在恢复我们的真心 好 你走过来了 当你看到别人在对峙习气的时候 你会不会说 你马上要改掉 不能等明天了 会不会讲这个话 不会了 你能体恤他的状态了 能静人之性则能静悟之性了 你这个真心还能延伸到体恤众生了 亲亲而人明 人明而爱物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中 像曹冰他是武将 可是非常仁慈 所以他的后债很好 武将后债好着不多 他冬天不盖房子 不修房子 因为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有可能墙壁里面 有冬眠的虫 你一有功臣 他被冻死了 他是体恤到这些生命了 所以这里讲 自知而又知人之后 急需律以下人 这是宋朝的大儒 注为自律 就是常有迁退之志 这律以下人 其实就是很谦卑 谦卑才能守住德行 谦卦 所以为什么了凡先生 视讯里面最后叫谦德之效 有谦断恶修善才能保持住 查颜色 观颜色 知己所欲 其自律常遇以下人 于屈原群经平易考据 这个律 是无律的减审词 无律于这个 大 这个志念 我没把握还是别念 这个意思是大凡 当然这每一个注解都不大一样 凡事都愿居于人下之意 其实就是很谦卑 所以马于两世之事 可以并存 所以人人都有傲慢心 都想居于人上 果能居于人下 就是谦让而不傲慢 然后无往 而不通达 所以结论 在邦必达 在家必达 周一牵挂六窑皆吉 其故在此 刚刚那个字是念底 大底就是大凡 就凡事的意思 凡事都能够迁退 能够居人之下 我们之前有讲过 有一位台湾的高僧 元英法师 他有一本书 《毛蓬语录》 《毛蓬杂记》 《毛蓬杂记》 他有一段法语很有味道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越学越简单 简单到只有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作为忍者 这样的日子好不好 我们别搞复杂 搞得自己心烦意乱 越学越惭愧 好事与别人 坏事向自己 这很有味道 这也是论语里面教我们的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不推卸责任 把过失往身上揽 这个在家庭里面很重要 曾广闲文说 贤人争罪 家里面出了什么事了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争罪 愚人真理 家里出生什么事了 论理 都是那谁错了谁错了 就是自己没错了 那个家庭氛围就不一样了 所以老和尚有一个末宝 是彰显这一个心境 而且是以顺网为榜样 圣人常受天下之责 而无责任之心 你看他的后母 父亲 弟弟 这么害他 他也没见他们过 他还是我做得不够好 越修越惭愧 好事与别人 坏事向自己 第三 越修越谦卑 谦卑是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 十字凡夫 所以原音法师把应主的教诲 拿来用了 越学越谦卑 所以是律以下人 所以我们是要当生成就的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他是当生成就的榜样 我们的心要跟善财的心相应 善财的心境 只有他是学生 一切人事的境缘 都是老师 那他当然谦虚 他这个心境谦虚 那这样的心境保持住了 他遇任何境界都在学习 都在提升了 所以他能当生成就了 接着夫文也者 文是名文 就是名气名欲 我们昨天一条龙也说到 文欲孔 文过行 名是福报 想了名 没有实质的德 很损福的 这些道理明白了 理得心安 心就不会去贪穷名了 所以有道之人 他是长明或逃明 小人则真明或孤明掉欲 孔子解释答以后 再解释文 文是摄取人 摄就是他的外表行为 采取人即是装作人人的样子 而行为 然后行为不是人人 恰与卫装的表面相反 比方说我们在传统文化 讲课对大众 都学老和尚 很温和善良 回到家里常发脾气 在外面都是装 不然台下台上 单位家里一不是二 是饿了小心了 学错掉了 而且他自己已经在卫装了 他不觉得居之不宜 处在卫装忍者的地位 而不疑惑 自以为自己就是忍者了 因为什么别人也说 哎呀你好慈悲哦 哇你好柔软哦 越听越舒服了 自以为就是忍者了 与人真名夺利 还自以为是 于是求名孤名 到处都有名文 所以结语 因为他很好名 他又很刻意在 做忍者的样子给人家看 那当然在邦必文 在家必文 那一个读书人 不知不觉 落到这个地步 那就太可悲了 他方向就偏掉了 好 所以 这个修学的次第啊 大学讲修身齐家之果 平天下是很有道理 不然一跳就是要利益社会大众啊 然后呢 别人又赞叹呢 就自己很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遇过一个男众啊 跟我年龄差不多 他就对着大众讲啊 我呢 做终身的义工 哇 当场就大家就掌声了 诸位同修啊 面对境界不要太激动啊 不要太激动啊 你不能判断当事人的心态的时候啊 不要太急着要赞叹对方 结果他后来结婚了 还生了个小孩 他不管那个孩子 自己在外面做义工啊 这很没有不负责任啊 所以前面讲的 直直和好义 请问一个人好义 首先表现在哪 他连亲身骨肉 他都没有情义道义了 你觉得他去做义工 那个是真情义啊 对啊 你不爱其轻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不敬其轻而敬他人者 为之备理 所以后面这一句 一个读书人不知不觉 真的会落到好名去啊 这个不在少数啊 这些话提醒我们自己啊 真的不能自欺敬而去欺人啊 我曾经劝过 不少为讲学的同仁 让他们要敦伦净分 你的孩子不教好 你还在台上跟人家讲课啊 我觉得这个底气会比较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底气会比较不错的 我能欠回来的不多 我都劝不回来啊 其他的人要劝他 我觉得也不容易了 因为我跟他有这个缘啊 我的身份都劝不动他了 其他人我看也很不容易了 所以啊 这些精趣啊 真的都在提醒我们啊 不能掉以轻心啊 我们无量节来 遇到稀有难逢的 念佛法门呢 遇到这个 可以当身成就的正法了 这些修学的岔路啊 我们得甚至又甚至不能偏走了 好 抱歉啊 今天时间超过了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